4月21日 美国司法部部长梅里克·加兰 宣布将对佛罗伊德案发地 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警务执法展开调查 他表示将采取模式或惯例调查方式 对涉事机构是否违反第四修正案 过度使用武力 歧视性执法 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宪法权利 或侵犯第一修正案权利进行系统的调查 此前在调查 在调查德里克·肖万设施佛罗伊德案时 美国司法部已对嫌疑人肖万 是否侵犯佛罗伊德的公民权利进行了单独调查 此次司法部的调查将是对该市警察系统的全面调查 如果司法部发现该机构存在系统性违反法律的行为 司法部将颁布经法院批准的同一令 与该机构共同寻求解决办法 包括独立监督进行改革等做法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21日表示 在美国马里兰州巴尔地摩市一家强生公司 新冠疫苗的制造厂商发现诸多问题 现已下令该工厂停工整改 FDA显示 该工厂未保持清洁的卫生状态 未遵循防止交叉污染的程序 此前曾造成1500万剂疫苗被污染 FDA官员表示将对该工厂此前生产的疫苗进行额外的测试 保证其质量合格 并在各项合格指标达成之前 该工厂会保持停工状态 洛杉矶县监视会20日投票决定 扩大对返校学生的心理健康支持 洛杉矶县监视会指示心理健康司 与洛杉矶县教育办公室合作 制定一项全面计划 满足学生的心理健康需要 这项工作将包括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公共福利伙伴关系磋商 创建一个心理健康资源工具包 其中包括创伤反应训练 和如何识别儿童抑郁和焦虑的警告迹象的信息 作为动议的一部分 监视会指示洛杉矶县首席执行官 确定联邦资金 用于扩大对校园心理健康的支持 监视会还宣布 5月心理健康一十月 将包括为所有年龄段的居民 提供一个月的免费社区项目 包括我们崛起计划 该计划强调了艺术的治愈力量 印度卫生部门4月21日公布数据说 过去24小时 印度全国新增29万5041例新冠确诊病例 这是该国疫情爆发以来 单日新增病例数新高 至此 印度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已经连续第7天超过20万例 自从2020年解除全国封锁以来 时圣节 排灯节 撒红节 大胡节等 印度全国性大规模节日庆祝活动 依次展开 在庆祝活动中 不少人没有佩戴口罩 也为严格保持社交距离 这都增大了病毒传播风险 同时印度国内面临变异新冠病毒传播的巨大风险 世界卫生组织相关负责人指出 在印度发现了一种同时带有E484Q和L452R两种突变的新冠病毒 这种病毒呈现双重突变可能导致其传染性增强 或会影响疫苗对其有效性 近日首款华为Insight智能豪华纯电轿车 北汽AlphaS华为HI版在上海发布 采用华为快充技术充电10分钟续航197公里 其智能座舱搭载鸿蒙OS操作系统 值得一提的是 该版车型也是首款搭载华为激光雷达方案的智能电动车 三颗96线车轨级激光雷达 6个毫米波雷达 12个摄像头 13个超声波雷达 同时搭载算力可达352TOS的华为芯片 它最大的亮点就是搭载了华为自动驾驶技术 它从技术上已经达到了可以全程由车辆自行判断路况 自己驾驶的级别 华为表示 与其打造自己的汽车 不如说是作为一级供应商 向北汽塞雷斯和其他汽车制造商提供智能汽车解决方案